TNC这阵容当中的英雄 他其实也很难在这个 整体的局面当中 找到特别好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时候BP来背过吗 我觉得应该是上一句BP 要背起码一半的股 我觉得BP得背个七成的股 但是BP也是你整个队伍 实力的一部分 可能是自己讨论的一个部分吧 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两天 分析台上一直在聊一个问题 就是整体阵容不能定得太死 就最好是在这个阵容当中 有一个能够转换的位置 就比如说像发条 还有像大鱼这些英雄 就是他有三号 可能性 然后也有四号位的 这样一个可能性 就能够变换 但我们感觉就是这一局 TNC他在前三手点出来之后 基本上位置就定死了 对 他的连点是海明发条嘛 对 就是基本上已经定死的是 他阵容当中的三四五号位 而且这三四五号位一旦定死 他双合就会变得非常难选 对 我觉得这一局阵容的劣势 其实还是挺大的